感谢主耶稣的带领 我们继续下午的安息日的聚会 也向在座的长辈弟兄姐妹们说声大家平安 下午小弟要用罗德的义跟不义来做彼此之间的勉励 每当谈到罗德的事迹我们会觉得很惋惜 但是在彼得后书那边有记载 彼得有给他正面的一个评价 他说罗德为恶人的恶行来忧伤 甚至称他为义人 当然罗德没有特别的好 但是神特别恩待罗德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大伯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为罗德来代祷 所以神纪念亚伯拉罕 让他能够脱离这个罪恶的所多麻城 这也是带导的一个功效 既然圣经有记载罗德正面的这个评价 也有记载他负面的一个这个事迹 当然负面的评价多于这个正面的评价 既然圣经有记载他正面的一个这个事情 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负面的事迹 成为我们的见解 首先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的第二章第六节 第一点我们要讲到罗德的义 彼得后书的第二章第六节 我们一起来念 在新约圣经的三百四十二月 彼得后书的二章第六节 又判定所多麻和摩拉将二臣勤服 焚烧成灰 作为后世不尽浅人的见解 此他就了那常为恶人引起忧伤的义人罗德 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 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 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 这边告诉我们 神判定这个所多麻和摩拉 是该消灭的 甚至神从天上降火来烧灭这两个城 焚烧成灰 所以神饥饿如丑 要教导后世的人不尽浅的一个见解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开之后 罗德渐渐迁移他的帐篷 将他的帐篷迁移到这个所多麻城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所多麻城是罪大恶极 罗德虽然住在这个罪恶大臣 他仍然有这个是非善恶的心 虽然住在这个所多麻城 他看见他听见的都是恶事 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 这个义心就是公义的心 愿意站在神的公义来看这些罪恶 而且他不赞同他们所做的这个恶 也没有同流合污 第七节告诉我们 神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引起忧伤的义人 罗德为什么称为义人 因为他住在这个罪恶之城 他常常为人做的恶事来忧伤 这也就是为什么罗德被称为义人的关系 他不同意恶人所做的事情 他也没有同流合污 所以在这么罪恶的一个环境当中 实在是不简单 如果我们看到一些不法的事情 我们认为这是正常的 我们的意义没有发动 这表示什么 你的心思意念渐渐的被这个恶行所感染 其实索多玛尔摩拉 最大的罪是同性恋 一直到我们现今的这个社会 认同这个同性恋是他的婚姻是合法化的 但是回归到圣经 他是违背神的真理 更违背神的创造 神的造难造你 他的目的在哪里 就是神的本意 哪里要结合 不是两个男的或者两个女的 结合 严重的对抗了神的创造的本意 如果我们看到同性恋 视同是一个很正常的行为 表示我们的心思意念已经被污染了 我们要提醒自己 这样的事情是罪恶的 是神愤怒的一个罪 从神从天而降这个火 我们就知道了 神非常的愤怒 在第八节这边告诉我们 因为那个义人住在他们中间 也就是罗德住在这个索多玛城 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情 虽然罗德没有随从他们不法的事情 他的心是一个受到百般的一个折磨 一个煎熬 感受到这个痛苦的折磨 因为他的公义的心发动 这样的恶事 世人怎么做得出来 所以我们面对末世的这个世代 或许就跟罗德当时的心境是一样的 感觉是无能为力 没办法改变这个世界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学习罗德什么呢 为罪人的恶来忧心 就好像这个亚伯拉罕 为这个罗德来代导一样 罗德他没有失去他正直的心 最低的一个限度 他仍然为这个罪来忧心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虽然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世界 更没办法改变这个社会的潮流 但是我们可以为这个罪来忧心 为罪来代导 主必纪念这种义心 我们从这个创世纪的十九章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罗德 他得到神格外的一个恩典 罗德为什么是个义人 除了彼得这样正面的一个评价之外 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创世纪的十九章 我们就会慢慢的来认同 第一个跟索多玛城人的做一个比较 索多玛城的人罪恶大吉 如果今天跟罗德比较 你就会觉得说 罗德真的是个义人 因为他们没有跟他这个索多玛城的人作恶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罗德是个义人 我们来看创世纪的十九章第五节 十九章的第五节 创世纪的十九章第五节 夫教罗德说 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 把他们带出来 任我们所为 从这里我们可以就知道 这个索多玛城是淫乱的一个城市 更是同信念的城市 在第四节那边告诉我们 是联老代少 而且跟罗德这么说 这两位天使带出来 任我们所为 就是任凭他们发生性行为 这个时候罗德没有阻挡的话 这个城中的人真的是做了这样最大恶极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罗德 至少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些事情上 能够分别为圣 不跟他们同流合物 不跟他们一起作恶 不跟他们一起作恶 第二个 我们来看十四节 创世纪的十九章十四节 十四节 罗德就出去告诉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 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 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 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是戏言 他这边告诉我们 罗德就出去告诉他的女婿 小子有记载 将要娶的 所以有可能还没有结婚 然后告诉他们什么呢 神要毁灭这个所多玛儿母 你们要跟我们一起逃离这个城市 可是这个女婿听了之后 她的反应是什么 认为罗德所说的是戏言 是开玩笑的话 不相信罗德所说的话 所以罗德的意在哪里呢 第一个就是彼得所说的 为这个罪人所犯的恶来忧心 第二个是跟这个所多玛人 来做一个比较 第三个跟他的女婿来做比较 第四个我们来看十九章的第一节 这边有记载 这个罗德接待两个天使 十九章的第一节 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 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 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 连福以地下拜 第二节说我主啊 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 住一夜 清早起来再走 他们说不 我们要在街上过夜 第三节 罗德怯怯的请他们 他们这才进去到他的屋里 罗德为他们预备 颜喜 烤无效饼 他们就吃了 那这边我们看到 罗德接待两个天使 他乐意接待这个客人 他也乐意来帮助这个客人 或许他受到了 亚伯拉罕的接待来影响 因为亚伯拉罕也很会接待 不知不觉就接待了神 这个罗德或许被他的大伯影响了 看到这两个天使来到这个索多玛城 有人很热心 很热烈的来接待 甚至预备颜喜 烤无效饼给他们吃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罗德的义 正如圣经所说的 这个是他正命的一个评价 再来第二个我们要讲到 这个罗德的不义 因为罗德住在这个索多玛城 他有一些观念慢慢被俗化了 我们来看传世纪的十九章的第八节 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 第八节 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 容我领出来 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 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设下 不要向他们做什么 阿们 这边告诉我们 当这个合成的人 都要找这个天使的时候 想跟这两个天使 发生这个淫乱的事情 这个时候 这个罗德说出了一个震惊的话 他说我有两个女儿是处女 容我领出来 任凭你们 所以从这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罗德的观念已经俗化了 住在这个索多玛城 看到这个城里面的人都犯罪 所以为什么罗德有这样的一个观念 就是城中的罪恶影响了他 为了要保守这两位天使 他宁愿牺牲自己的女儿 已经严重地违背这个真理 在真理上有退让 我们说我们是真意书教会的信徒 我们所作所为都要回归到圣经 圣经怎么做 我们就要怎么行 只要讲到真理 只要讲到真理 没有一丝丝的退让 或者什么 前几年外交派都说 真理合一 真理都不合一 应该是说外交派说 那个教会要合一 可是都不按照圣经里面的真理 这样子怎么合一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罗德 环境他 有些观念慢慢的俗化了 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观念 你愿牺牲儿女的这个真结 还保全这两个天使 我们说这个世界就是大朗刚 有时候我们清泡在这个大朗刚当中 久了之后也是会被影响到 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常常祷告 要常常读经 要常常计会 就是再次提醒我们 要保守在神的爱中 要回归到真理 否则很容易就被这个潮流 来冲走 我们来看西伯来书的第二章第一节 西伯来书的第二章第一节 我们一起来念 在新耶圣经的三百一十三页 西伯来书的第二章第一节 第一节 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 恐怕我们水流失去 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越发郑重所听的道理 我们这一书教会的真理在哪里 我们要顾守 我们要顾守这个真理 尤其到了末世 很多那种人本的思想 都会渐渐影响到我们基督徒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思潮 就是一股的风气跟这个时代的潮流 如果我们不警醒的话 就会被这个潮流冲走 甚至会认同他们所作所为 他们也有人钱 他们很可怜 但是我们回归到圣经 完全是违背圣经里面的道理 所以神的恶理是要逃世界的欢喜吗 还是要逃神的欢喜 我们可以自己做决定 我们是不是要按照真理而行 还是要照这个社会的潮流而行 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罗德的不义 我们翻回来这个创世记的十九章 这个时候天使跟他们说 你们不要回头 要往山上逃跑 但是因为这个罗德害怕 害怕就是担心 逃不到天使所指示的一个山上 就要求这个天使 我要去这个索尔这个小城 到了这个索尔这个小城 他仍然害怕 后来又要求天使说 逃到这个山上 我们来看二十九节 创世记的十九章二十九节 当神毁昧平衍出城的时候 他纪念亚伯拉罕 正在秦普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 就打发罗德从秦普之中出来 三十节 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 就同他两个女儿 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 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面 他这边告诉我们 第一个对天使的话没有信心 他认为逃不到天使所指示的地方 他就要求天使说 那我们到索尔这个地方 到了索尔又很害怕 最后一逃到山上 最后进入了这个山洞里面 我们来看启示录的二十一章第八节 启示录的二十一章第八节 我们一起来念 启示录的二十一章第八节 在新纪圣经的三百七十五页 第八节 唯有胆怯的 不幸的 可争的 杀人的 淫乱的 行邪术的 拜偶像的 和一切说谎话的 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 这是第二次的诗 这边有讲到 第一个胆怯的 第二个不幸的 在这个状况当中 这个罗德胆怯了 甚至不相信天使所说的话 要求天使要去索尔这个小城 他到了这个所小城 觉得不放心 又逃到这个山上 进入这个山洞里面 我们知道 因为他的害怕 进入了这个山洞里面 进入山洞之后 我们更加的震惊 我们更加的痛心 我们看到罗德跟他的两个女儿 发生这个乱伦的事情 这个是非常不幸的事情 也是非常惋惜的事情 我们继续来看三十一集 大女儿对小女儿说 我们的父亲老了 地上又无人 按着世上的常规 进到我们这里来 来吧 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 以他同情 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 于是那夜 他们叫父亲喝酒 大女儿就进去 和他父亲同情 他几时躺下 几时起来 父亲都不知道 三十四节第二天 大女儿对小女儿说 我昨夜以父亲同情 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 你可以进去 以他同情 这样我们好从 父亲存留后裔 我们看到这两个女儿 把父亲灌醉之后 就跟父亲同情 我们也看到这个罗德 他说他几时躺下 几时起来 罗德都不知道 是不是喝酒喝太多了 是不是太累了 是不是进到这个山洞里面 完全地松懈了 有一句话这么说 最安全的地方 就是最危险的地方 最危险的地方 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有时候人认为这个是最安全的 却发生了这个淫乱的事情 更是一个乱伦 尤其活在这个末世的基督徒 我们要更加的清醒 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四十一集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四十一集 主耶稣还在世的时候 他来到这个克西玛伊尼远 在那边祷告 但是他看到门徒都睡着了 因为他希望门徒能够警醒 如果一个人不警醒的话 很容易就陷入这个迷惑 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四十一节 四十一节 总要谨行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 尤其在这个末世当中 我们要常常的谨行祷告 否则这个社会的潮流 社会的这个思想 很容易就把你冲走了 你就随流而失去 所以主耶稣说要常常的进行祷告 免得入这个迷惑 如果一个人一旦受了迷惑 他会将这个不合理的事情 当成合理 就好像犹大的例子一样 主耶稣怎么叫醒他 为他洗脚 都没办法叫醒犹大 犹大师什么时候醒过来 主耶稣已经定罪了 主耶稣已经定罪都来不及了 那时候他才醒悟过来 原来我流了无辜人的血 所以最后犹大的下场很凄惨 他自己自杀 从树上掉下来 肠子奔裂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警醒的头脑 如何要有一个警醒的头脑 就是要常常祷告 就好像主耶稣所说的 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这个迷惑 尤其我们现今是在末世当中 这个主耶稣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 为什么这个 罗德的两个女儿 逃离了这个索多玛城 仍然有这样的一个观念 他们的思想已经被污染了 所以索多玛最大的一个杀伤力在哪里 就是让人的思想污秽 再加上罗德没有好好地教育他的儿女 他本身的信仰也不好 所以难怪会有这样的一个下场 他们好不容易离开了这个索多玛城 已经脱离了这个被毁灭的一个城市 但是罪恶的思想 仍然跟着罗德的两个女儿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人的思想污秽 当人的思想污秽 他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不认为这是罪恶的事情 反而认为这是离手当然的事情 这是正常的事情 跟这个索多玛尔摩拉的人一样 发生淫乱的事情 发生同性恋的事情 时空见惯 变成合理化 这是正常的 所以罗德的两个女儿 她们的价值观 完全被扭曲了 完全变质了 完全堕落了 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表现 道德沦上 所以最怕的就是这个思想的污秽 为什么主耶稣叫我们 进行祷告的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会被人的思想影响 我们会被社会的潮流影响 改变我们的想法 改变之后 你心里就存着个恶心 比什么我要相信圣经里面的话 比什么神的话就是前威 你会对抗神 你会对抗教会 所以 求神保守我们的心 我们来看耶和福音的十七章 约翰福音的十七章 我们一起念到十九节 在新约圣经的一百五十四页 约翰福音的十七章十四节 十四节 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 世界又恨他们 因为他们不属世界 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 只求你保守他们 脱离那恶者 他们不属世界 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就是真理 你怎样猜我到世上 我也照样猜他们到世上 十九节 我为他们的缘故 自己分别为圣 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我们入世而不属世 所以之前我有讲过 我们基督徒 不是离情所居去山上 来灵修自己 我们基督徒 我们基督徒是跟一般人 住在一起 虽然我们是路士的 但是我们不属这个世界 因为这个是主耶稣的道理 所以在十四节这边告诉我们 耶稣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 但是世界会恨我们 因为我们分别为圣 我们不跟他们同流合污 我们不跟他一起做坏事 世界就会恨我们 所以主耶稣说 我们不属这个世界 跟他不属世界是一样的 在十五节这边告诉我们 我不求父叫他们离开世界 我不求天父叫你们离开这个世界 你们仍然要跟一般人住在一起 但是我只求天父保守他们 怎么保守 叫他们脱离那个恶子 恶子就是撒旦 所以这个求神保守我们 而且在十七节这边告诉我们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感谢主我们有圣经作为标准 我们的生活的准则就是这本圣经 时代潮流怎么改变 如果是一个敬畏神的基督徒 他仍然是持守圣经里面的真理 不管这个世代已经认同这样的罪是合法的 他的心仍然是回归圣经 以圣经作为标准 圣经讲的绝对是正确的 因为圣经的话就是神的话 神的话就是真理 他既然被称为真理 不会因为时代的改变 潮流的一个冲洗 而改变 所以这边十七节告诉我们 求天父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十九节 我为他们的缘故 自己分别为圣 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所以我们今天要以神的真理来分别为圣 用圣经的话语 来对付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罪恶 用圣经的话语 来抵抗这个罪 而且我们要常常祷告 求神保守我们的信仰 也保守我们的下一代 他们就像罗得的两个女儿一样 观念已经世俗化了 罗得的有些观念也是已经世俗化了 互相的提醒 唱诗